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兰达是品牌认知度保值率俱佳的车型 这种车的认知度无论是2.7的 3.5的还是最新款的 2.0T的 市场认知度一直很高 新款的汉兰达长期处在加价状态 这种车空间很大 油耗相对来说也不是很高 品牌耐久性非常好 丰田的发动机 变速箱 从来没有什么负面的消息 认知度超高 汉兰达 中大型SUV的代表 这个级别的车出来 能不能在市场上有所表现 都要先拿汉兰达做标杆进行比较一般 所以这个车是标杆型车型 价格13左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汉兰达是中大型的SUV 空间非常宽敞 这车有五座 有七座的 这台车是五座 精英版标配 内饰的风格是双色的 大家看一下 深辉 浅米 加上桃木的饰板 显得挺有质感 双区自动空调 车主自己升级了 DVD导航和盗车影像 桃木方向盘 真皮方向盘 质感 绝佳 仪表版很清楚 我们来看一眼它的配置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然后大灯高碍可调 座椅带电价热 2.7的四缸VVTI发动机 变速箱是六档 手自一体 在加尖档模式 双距自动空调 DVD导航倒影 没有天窗 真皮座椅也是后报 但是皮质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损耗比较轻 大面积的储物格 有雪地模式 有一个取电口 这是烟灰杆 手套箱的面积也足够大 说明书 方案 走策都在这里 这地方是烟灰杆 烫顶灯 五座的车相对来说配置比较简单 这个座椅是手调的 也没有巡航定速 但是这个车带一个电架热座椅 侧主自己后家的真皮座椅 导航这几项 头目方向盘 是车主自己升级的 算是升级版 车主自己升级 视野很开阔 空间也很宽敞 动力2.7的够用 躺不上有多澎湃 但是品质 耐久性 非常好 这个车前来有点小瑕疵 所以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13万左右 比较靠谱 汉兰达的后排空间也非常宽敞 大家看一眼 有空调出风口 这个是备座 这有个储物盒 空间很大 因为它有七座的型号 为了照顾七个座 这个座椅可以折叠进后排 所以五座的坐俩人非常舒服 坐三个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会太舒服 因为这个可以放倒作为扶手 考虑到七座 它做出了牺牲 但是这个整个座椅都可以折叠放倒 并立起 整个后排的空间能达到1500升以上 拉一些东西非常方便 我们用五座 汉兰达拉过小沙发 真的很方便 进出空间 地摊的高度 都没有什么问题 唯一遗憾的是为了照顾其座的型号 中间这个座不是很舒服 算是个瑕疵吧 但是汉兰达的优点更多 保质率和认知度超高 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感谢女朋友来看一看吧 这台一二年的汉兰达 车尾的形状跟老款的变化不大 中规中矩 它这个车的空间相当不错 我们来看一眼 整个是五座的 所以后排空间非常宽敞 拉东西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看一眼 这车的备胎工具都在后面 非常规整 形状也非常规整 这个车容积率 空间灵活性方面 非常有优势 这个车底将近五米 非常宽敞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价格便宜亮有毒 才跑八万公里 虽然有点小瑕疵 但是胜在价格便宜 13万左右真的很靠谱 感兴趣的朋友来看一下吧 好 这台汉兰达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台 一二款的汉兰达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互看集车 点击并留言 风天哈兰达 我们会有更多这台车的资讯 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